你敢信吗?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仍然有国家选择闭关锁国 朝鲜竟然只能排第二名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四个国家都是谁 这第四个国家叫土库曼斯坦 早些年是苏联的加盟国之一,经济十分发达 1991年苏联解体后,土库曼斯坦虽然不情愿,但也被迫独立 幸运的是,独立后的土库曼斯坦发现了高达19.5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委居世界第四,按照一般发展轨迹来说 如此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绝对能让土库曼斯坦变成一个极其富有的国家 但是他们自己心里却清楚,没了苏联在上面撑着 自己这么点实力,很容易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于是干脆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玩,主打一个谁也不得罪 但是这样的下场也很清晰,老百姓的生活并不算富有 只能算是勉强温饱度日 第三个国家,缅甸 历史上缅甸并不封闭,相反还十分的繁荣 但从近代开始,缅甸多次被英国占领 之后更是成了英国旗下的一个省 1948年才正式脱离英联邦,宣布独立 不过虽然说缅甸闭关锁国 但国内的斗争却几乎没有停止过 地方武装盛行,明争暗斗 当地势力为了防止被美国等偷家,开始选择闭关 但官方政府干涉不了地方武装,而现在的缅甸诈骗已经人尽皆知 而第二个国家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朝鲜 朝鲜的闭关锁国是两方面促成的 一方面得以国内实行的经济制度 计划经济发展空间小,不值当改革 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的经济封锁 而且为了防止外来文化对朝鲜民众的冲击 朝鲜才会一直选择闭关锁国 事实也证明国家总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 朝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么最后一个国家是一个小国家,不丹 总年级不过3.8万平方公里 因为与印度和中国领土接壤 所以不丹算是一个纯内陆国家 也正是因为地理位置特殊 不丹几乎不对外开放 这就导致了外界对他们的了解很少 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开通网络的国家 人均GDP也才3200美元 那么除了以上几个国家 屏幕前的大家还知道哪些国家 至今还选择闭关锁国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